军航空兵被迫走上历史性的空战舞台 美国及其盟国 共出动各种作战飞机1200多架 飞行员大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飞行时间最多的达3000小时 而中国空军航空兵 只有刚刚组建的两个师和两个团 作战飞机114架 大多数飞行员仅飞行了五六十个小时 力量对比过于清晰 当时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卡瑟宣称 中国根本没有空军 就是这支在美国人眼里 根本不是对手的中国空军 却创下了令人瞩目的战绩 1951年1月29日 中国空军八架飞机启动员戴维斯 美国朝野一片震惊 认为这是对远东空军的一个沉重打击 是一个悲惨的损失 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 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 就变成了世界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朝鲜战争中 中国空军共产党 五十多年过去了 马拉飞机的时代已经远去 在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几代领导人的关心下 中国空军航空兵取得了很大发展 战斗力发生了质的变化 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国家航空工业的飞速发展 空军航空兵陆续装备了一大批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作战飞机 实现了从螺旋桨到喷起式 从亚音速到超音速的飞跃 飞机性能不断提高 与其相配套的空对空导弹 空对地导弹 机载雷达 火控系统 通讯导航设备 飞行控制系统等 机载设备和武器都有了较大的改进 目前空军航空兵已经形成了 由各型歼戟机 强戟机 轰炸机 运输机 侦察机 空中加油机和多型特种飞机构成的 强大阵容 兼机航空兵装备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新型战机和国产多种型号的 高空高速兼机机 抗敌空袭 夺取制空权 空中掩护以及对空对地的攻击能力 大为提高 这支装备国产最新新型歼戟机的部队 曾在朝鲜战场上创造了中国空军史上 首次空战胜利 近战 夜战兼敌等多项空战记录 今天他们从火炮攻击到导弹攻击 从目视距离到超视距空战 从跨区机动到随时遂行作战任务 为尖极机部队的战法创新探索出新路 这支装备空军最先进战机的部队 是一支快速反应和机动作战的空中突击力量 除少数新飞行人外 他们都能在本机型复杂气象条件下 遂行战斗机动任务 部队先后几十次参加重大作战演习 全都圆满完成任务 江泽民主席曾经签署命令 给他们计集体一等功 强机航空兵驾驶着中国自己研制的新型强机机 担负着从低空超低空攻击地面和水上目标 直接支援陆军海军作战的任务 他们已具备了较强的连续突击和机动作战能力 在战备训练 重大科研试验及诸军兵种合成作战演习中 展现出了强大的攻击威力 轰炸航空兵曾经在历史上参加过著名的轰炸大小河岛 解放一江山岛等战役 并圆满完成了空投原子弹 轻弹和重大军事演习等任务 目前轰炸航空兵已具备了较强的远程突击能力 轰炸威力和命中精度大大提高 我们一年多 从空军司令 队的各级主官都是懂飞行 会飞行的航家里首 各级飞行军官 飞行教员和带队掌机 机长都能带队升空作战 大学本科学历的飞行员已成为飞行员队伍的主体 三八两起飞 四五一 四五一 终于一起飞 一两三十六 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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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按照对手的空战理论和作战样式 与空军所有尖击机 强击机部队 轮流进行对抗训练 双方飞行员在知己知彼的时装对抗中 练技术 练战法 使中国空军航空兵的飞行训练 战法改革 进一步得到深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夜寒是一种纯粹按照仪表指示的飞行 是信心 毅力 胆量 严谨相聚合的科目 被誉为蓝天预言后遇到发动机停车 飞机加力气故障等重大突发险情 凭借着精湛的技术和无畏的勇气 次次化险为夷 被人们称为空中特勤的处置能手 目前标志着中国空军航空兵战斗力成长的 甲类战斗团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九十 具有全天候作战水平的飞行员已占百分之七十六 飞行安全连续十八年保持了世界先进水平 成为中国制空权的强大捍卫者 1985年10月 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上将访华 见到了当年在朝鲜战场上 曾击落他的中国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 在友好的气氛中 加布里埃尔坦率地说 我是被你们打下来的 王海微笑地说 要是你们再打我们 我们还能贼上